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第二节向左望的节目时间 整个政改方案里面 大家都可以见到一些政治人物 他怎样精神分裂 他十几年前说民主 但这头就好像出卖民主 所以在刚才那节 刚刚完之前都会说到 究竟我们从一个心理角度 看这班人的所作所为 无论是阿珍特首 或者泛民里面 甚至是民主党部份的人士 他们本身他追求的东西 或者他上任的东西 和他实际上在整个政治游戏里面 他自己的一些抉择 或者他自己的一些步骤 出现了一种这样的矛盾 究竟反映了些什麽的现象呢 你看到曾蔭权就已经是一个典范 昨天我去一个反对药佬 消灭药佬的会议上 曾蔭权就说他在那里买高药 不小不免都要买一下 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在区域那里搞 我们接近市民 如果曾特首呢 不是好像喜闹那样 只是喜闹那样才下区 他亲自下区做这个 和老人家沟通就好了 那我认他一句 我真是很羡慕你 你不用抓猫子都说到这些说话 是不是 如果曾蔭权下区 他抓猫子 是不是 怎麽真情实意呢 那样 曾蔭权这样做 其实很希望表现两个东西 第一就是 告诉共产党听 我是跟着你的 我是跟着你的 抱着你的大腿 跟着你的尿迹走 我是跟着尿迹走 因为狗呢 或者很多动物呢 都是我的尿 那就等自己有闻 或者自己闻 就回到茶那里 就是安全 他就是跟着共产党的尿迹前进 是不是 那他说 我现在看着了猫子 我因为太怕错了 所以我看着猫子来说 我是根正苗熊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麽irritating的事情 那麽shainless的事情 他都做 这个就是一个人 到一个某个程度 就是摸爛了臉 就是说 很多很多人 骂街 在那装街亂罵 其实你以为他不知道 这样做的人 会令人沉默 他就觉得 我是这样的 我不要尊严 我现在要洩分 或者我是要有一个 很strong的signal 这些这样的精后 曾蔡权是要看医生的 作为一个特首 现在民主党派里面 以民主党为首 也都要看医生 这个问题 他们已经达到一个 逃避自由的境界 就是说 跟专制对抗 在和专制对抗的过程里面 他觉得专制主义 所代表的力量 是不可逆转的 所以他觉得 再争取是多余 倒不如 拿得那麽多 而寄望一个虚幻的现实 这就是叶建文他们说的 就是说一旦 这个普选 或者民主党开了之后 由于整个授权的方法改变 将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 所有参与这个游戏的人 都会越来越自由化 这个显然不是 这个显然不是 显然未必一定是 最少是吧 好了 所以他们现在整个说法 就是说 在我最后第一部分讲了 就是说 在一个没有必要的情况之下 做一个公开的让步 即近伏叛迈 在另一个角度 就是他心理上平衡 就催眠自己了 我是为千秋万世做事的 我今天 阿黄碧云叫人等多八年 说杀得就杀 叫得就叫 是不是 死亡都要过一过都 他觉得他是 做了一个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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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一个transitional的东西 但他不知道 有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就是这个transitional 这个动力 不是你多拿几一席 不是你能不能够在困局里面 突然间输入 而是群众的意识 因为我们对着一个 专制政权的时候 群众的意识是最基本的 无意识都不能有组织 或者有组织 而无意识都是危险的 所谓的民粹主义 法西斯主义都是这样 所以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来说 议植固定重要 议植是你的收获 你的成果 你做不做到你的成果 但是你要短暂 拿多两个议植 或者短暂去将你自己自身 做出来的政治困局解决 和长远的群众 意识的啟蒙 或者意识上面的坚持 如果有对冲突的时候 你一定要提起前者 现在他显然选择了后者 短暂的利益 犧牲长远的利益 原因就是什么呢 如果香港人已经觉得 第一 中共那么强大 没办法做 第二 中共都不错 拗争都无谓 第三 特区政府有困难 第四 好过没有 我问你民主运动 将来还有什么支持 第二 将民主运动的逻辑 落到社会抗争的时候 必然是同一个逻辑 政府是不能改变的 如果你和局局講是沒有意思 因為政府在後面 現在就是阿贏在後面 特區政府沒有得搞 將來你和特區政府 deal 的時候 中央政府撐特區政府 特區政府很強 特區政府很強 搞局長是沒有意思的 搞局長是碰到埋牆的 先拿著 等於下之 就變成了一個黑球式的抗爭 黑球式的抗爭 根本就不是抗爭 黑球與抗爭本身是paradopt 所以很簡單 它背棄過去的理想 將過去的理想激發的熱誠和正義感背棄 不要 即是說它不想組織這群群眾 那群群眾在50萬投票的人那裏 它現在寫了它 現在到我這樣想 因為剛才長坡都說了很多相關的架構 或者一些中間整個 無論是個人 無論是體制 無論是上層建築 各樣的本身互動 有人會覺得一件事就是說 現在民主黨搞到今時今日這樣的田地 就是說 既然show call 代表香港人和中央去談判 最終談判出來究竟民主黨究竟會不會在整個投票裏面 究竟是根據整個談判之後中央暗示明示 授權給它一些做法去投贊成 還是其實它最終可能只是因為怕群眾壓力而投反對 但是我想整件事反映到一件事就是說 民主黨接下來它怎樣面對它的群眾 你剛才講到就是說 它就是面對它那一班補塞的群眾 就是面對那一班 其實它已經跟了它擁躉講得很清楚 你聽我說就不要支持公投 現在那些擁躉是支持公投 當然我們現在分不了多少是民主黨的擁躉 就參與了公投運動 第二它是根據什麼原因 如果它是根據官網的原因 就是說 喂 反正你都要談判 那我給你一些籌碼 那就兩解了 它覺得現在有一籌碼 那它談判是對的 那到底現在民主黨開的教育會不會滿足到它的胃口呢 那就當然會產生分化 有些人覺得是為難 我都說我不行的 所以這裡是一個很難說的 我以五分來說就是說 民主黨是寄望於在保守的群眾裡面拿到支持 不要那些一直支持它信念的人 捨棄信念 它自己捨棄信念的時候 即是說那些堅持信念的擁躉走人 即是它是很客氣地下續客令 如果這樣說 如果你不滿意的話就去找長毛 有很多人支持我在社區那裡 現在我這樣說 如果用一些香港的民意調查 對於香港選民的政治取態那種光譜才算 如果我們說 其實民主黨有某部份支持者 其實越來越近民建聯 即是說它要穩定 它要和諧 它們要講求經濟效益 很務實的 即是說其實很大程度上 民主黨部份的人已經開始轉移到那個方向 很大程度上 這群人對民主其實是不認識的 或是對民主其實是一枝換架的 即是說如果泛民支持民主黨那群人 有一群是一群比較保守 但其實都相對有一群 可能是比較年輕的 或者甚至是一群 比較是對民主較為熱倉 或者較為支持的話 剛才長毛的說法就是說 其實它這幾個月所作所為 其實某程度上已經將那群人 那群可能是 例如比較年輕 例如是比較知識水平高 或者甚至是對民主比較支持那群人 其實已經是掃走了 其實這個是民意的再分化和凝聚 就是改造了 因為經過了這麼大的政治動員 在這個五居峰台之後 再經過現在這個民主黨的這麼大的 一個退革 即近乎是背棄自己的信念和承諾的 當然是全國民意會重組 如果民主黨果然是共產黨 連敏給了五個月的時候 我在預測到鋪天蓋地的宣傳 就會試圖將那些普通人 最不政治化的人 對這一次這樣的退卻和背棄 提供一個意識形態的解釋 一定是說你看看這樣才行 這樣就多了五席 民主黨的導師是可以的 社民連和公民黨的導師是不行的 你要明白當全會受到大部分的壟斷 就像我昨天在聯討那樣說的 壟斷物質的生產和再生產 必然是壟斷這個意識形態的生產 在生產的時候 當然是可以將它再解讀 變成一個新的解讀新的資本 好的 這個新解讀新的資本 我們留下一節繼續討論 一會見